小贝啊 回来这么走 算台都卖完了 你想的真美 我都给拉回来了 哦 怎么这么多 还剩啊 一斤都没卖出去 我们这边 最近家家户都在出算台 我们俩就想着 在农村这个算台肯定不好卖 所以今天呢 整了200斤让小贝到街里面去卖的 没想到还是原封不动拉回来了 咱们想的太简单了 街里面他们虽然都不中 但是有亲戚有凝聚状啊 这个送一点那个给一点 所以他们也不买这个算台 咱们村口不是停了几个大车在那里收算台吗 你直接拉过去不就行了 为什么要拉回家来 他们收的都太便宜了 我没舍得卖 阿嬷不是喜欢吃腌算台吗 我就想着不是算来拿回家 阿嬷今天没个家 咱们腌一点 等他回来就可以吃了 还是这个儿媳妇孝顺啊 我爸从年前出去打过了 到现在还没回来呢 到时候一回来就能吃上自己心爱的算台 肯定很开心 这算台挺多的 一半做干菜 一半做泡菜 都听你的 我们种的是紫皮大蒜 所以第一步呢 先把他这个小红帽给去掉 开始你的表演 吃下来这个嫩头 也可以炒鸡蛋吃 妈妈 为什么还一直吃蒜台 我就不想吃了 大老 不要觉得够 其实一年当中啊 吃蒜台已经十几天的时间 大老你想吃就吃不到了 知道吧 对啊 但是如果我们把它咽起来的话 能吃一整个夏天呢 种这个大蒜呢 主要是让它长大蒜 并不是长蒜台的 在冲那么高的时候 我们就把它冲出来 都特别的嫩 你看看 特别脆容易断 对 擦就断了 擦就开 你看 啪啪响 已经一小盆了 拿去洗一下 走啊 我来洗吧 我来洗吧 女孩的特殊时期啊 给特殊照顾 稍微洗洗就行 就有一点灰尘也不脏 好 来 进 把蒜拿切成段 好腌 全部切完了 满满一大盆 现在把它腌一下 加点盐 加点白糖 淹一小时就行 把血润淹出来 你不蒜味 呵呵 我准备一点配料 你去拔几个大蒜回来 交给我了 大蒜现在还有点小 不过已经可以吃了 再让它长一长 再过个十几天就可以拔出来了 大蒜拔好了 把蒜皮拂了 拂成蒜味 抽到 死皮大蒜 里面饱了吧 好了 蒜瓣都已经成形了 还挺大了 嗯 原来还会再长 看看这蒜瓣 小米辣也清好了 这是今天的所有配料 都准备好了 我现在熬个料汁 先把八角和花椒炒一下 加蒸粥 醋 一条水 已经满满一大锅了 再来几个冰糖 好开 把蒜奶揉一下 已经腌出来不少水分了 你看 先腌一下 已经开锅了 倒出来放凉 二宝 你看什么呢 看这个 有小虫子 料之前都差不多了 开始最后一步 大蒜 那我可以帮你帮忙吗 不行 这个太辣了 你不能弄 小米辣 开始浇烫汁 火辣 再扎拌 扎拌 好了 装瓶子里面 买满一罐子 腌个几天就不味了 应该特别好吃 我已经等不及了 先来尝一尝 妈妈 我也等不及了 喝点小米辣 你还不知道味道怎么样 少放一点 现在已经很好吃了 这个还是脆脆的 炒得有点腻了 吃多了 我卷了三根 有点辣 大宝少吃一点 二宝也要吃 二宝卷一根 好吃吗 麻辣香酥酥酥 这一罐新杨妈留着 你要想吃喝都给你一夜 行